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闲暇时可以和家人一起喝茶 一起分享生活的点滴 这个喝茶的小角落 将是全家人营造幸福的小天地 老师 您喝茶要有好的茶叶 那还要有好的一个气氛 那我们要如何去营造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呢 先记得我们学茶的时候呢 我最常给您讲四个字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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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静呢 是清静的静 就是我们可以把呢 环境呢 打扫得很干净 在打扫的时候呢 也平补了自己的情绪 第二个静呢 是安静的静 平静啊 最重要的 要创造一个宁静的空间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环境的静 让人家呢 进到这个地方来喝茶 会感觉很舒服 第四个静啊 就是恭敬的静 也就是呢 我们聚足了一颗空间的心 让别人来喝茶呢 就有冰质如归的感觉 嗯 老师 那我们在茶席的布置上面呢 那在饰料上是不是有什么多呢 那一般来讲呢 我们茶席的素方 我们可以结合我们的季节 比如说春天夏天呢 选的材质呢 可以比较清淡一点的 而且比较薄 秋天冬天的时候呢 这个材质呢 可以选择的比较厚重一点 比如说现在是冬天呢 我们选择的是早红色 那么配上呢 这个咖啡色呢 让人家感觉很稳重 而且很温暖 那茶席最重要的是 我们准备好了一套茶席的时候呢 第一个 它的流畅度 泡茶呢 新茶一定有它的分泽 微微菊嘛 所以第一个 注意它的流畅度 比如说 我们的高矮 还有前后 还有宿命 让它有一个呢 这个配合度 第二个呢 就是要有平衡感 当我们这个茶席呢 我们注意到它的空间 然后平衡的话 让人家看起来呢 就是 手机内容 我们准备到每一个茶席呢 它一定是那种茶花 那种茶花呢 它是一个焦点 但是又不能够宣兵夺主 还有它的线条 还有它的颜色呢 跟整个茶季 跟的茶席呢 是融合在一起的 用一块布 一瓶小花 几个杯子 就能营造令人感动的美感 让人心生欢喜和平静 所以 在日常的生活中 再出发 三度之间 以孝道 智慧 爱 来参加 记得啊 我们小时候呢 我们兄弟姐妹 只要一下课 总会不约儿童呢 就冲进厨房 因为啊 厨房 总有妈妈 为我们准备好吃的东西 还有妈妈的身影 我们啊 总是争先恐后 然后七嘴八舌的 跟妈妈 谈起学校的点点滴滴 那么妈妈 总是很耐心的 听着我们讲话 有的时候啊 还没上桌的菜呢 妈妈呢 会塞到我们的嘴里 那甜蜜的滋味 现在还留在心里 今天 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家庭 他们是造梦的推手 他们专门 为人家打造幸福的厨房 我们来看看 他们家造梦的故事 手拿一把尺 细细丈量 用心打造幸福厨房 虽信厨房是温暖每个家最重要的核心所在 这就是曾宁静 造梦的理想 曾明静的厨具故事 从一个木匠学徒开始 他做事认真 积极 求新求变 把过去传统的炉灶变成现代的幸福厨房 为台湾储具业 带来现代化的潮流 原民国七十年代就率先至德国科隆家具展取经 将欧洲厨房设计概念 带回台湾发展 回首曲折创业路 曾明静最重要的事业伙伴 就是太太苏宜文 在工作上 宜文从妇女的角度来思考 设计出兼具实用与美观的厨具 两人五十年来合作无精 即使遭遇再大再多的难关 也都互相扶持 在家里 宜文细心照顾家庭 使另一半能毫无后顾之忧 在外打拼 夫妻俩认为厨房是家庭的幸福基地 他们也为自己的家打造一个幸福厨房 每个周末是增加的家庭日 三代同堂一起享用幸福热食 不仅温暖全家人的心 更团结了大家族的凝聚力 增加第二代也接班厨具事业 长子曾俊源在2005年接下父亲的棒子 在他的主导下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 父子秉持一步一脚印的态度 加上对专业与品质的严格要求 不论时代如何改变 曾家始终坚持以一口灶 吹声一家子的幸福 相信好的厨房能为家庭带来温暖 他们造梦的理念也将世代传承下去 欢迎曾爸爸还有夫人 一位妈妈以及俊源来到我们三代之间 我们听说曾爸爸你以造梦人自居 这个灶并不是制造的灶而是炉灶的灶 这个造梦人是什么样的含义呢 现代人叫这些厨房 过去我们阿嬷的时代就叫这灶咖 所以这个灶我们是一个活字旁的 用那个砖头去做起来的 然后上面加一个炉灶 所以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灶咖 在我们阿嬷时代的时候 很注重在灶咖 因为农业社会的时候 我们只要是白天出去工作之后 我们回来我们就会往灶咖去跑 过去的灶咖跟现在有点不一样 它上面都有挂一个叫做造型 这个造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大家也看不到 过去也有一个叫做造型 过去的龙子在那个跳板上 然后有时候妹妹小子不乖 妈妈说你不乖造型会打你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乖 所以我们有时候出去 回来就往厨房一跑 是 是 所以我们对这个厨房到现在 还已经滑一点过去那一种造型的感觉 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一直改进 所以现在我们来把它改变一个现代的厨房 是这样 那在我们词记我们这年上人 他也曾经讲过 他说每当他看到这个渺渺的吹烟 他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对 因为过去嘛 我们说一家一口渺 那么如果起造吹饭呢 就代表这一家人呢 他很平安 所以刚刚呢 俊远刚刚爸爸讲到的时候 他小时候 他对于造型有特别的情感 是 那么现在呢 你觉得这个造型对你的意思呢 是怎么把它临结起来的呢 有时代的不同 那现在的厨房跟以前的造型是会有点不一样 那以前的造型可能是比较封闭式 那现在的话是如何把厨房设计成一个家人可以共处的一个地方 可能妈妈在煮饭的时候 那我爸爸或者是小朋友也可以在变餐桌 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也可以写个功课 所以在同时间可以在一个空间内去各自做一个事情 也都有参与到家庭的部分 现在的厨房会比以前来的功能性会更广更大 更广更大了 是 所以各种朋友听到了这里 那么已经知道了吗 他们家原来是呢 为大家打造幸福厨房的行业了 是 那么说起这个行业 刚刚爸爸有提到的说 这个行业呢 如果从爸爸开始学习呢 已经超过50年了 是 爸爸刚开始学习的是一个从小木匠开始 所以四五十年走来的路呢 一路走来真的是很不简单 那一个是帮我们回忆一下 从开始的这个 我们如何开始白手起架 我们曾老板那是不是老药 那最后一个结尾就是跟哥哥在一起生活 那结婚第三天我们说 哎 也结婚了 你要自己支离门路 所以就是结婚第三天 你就开始要学习煮饭 一好一好一好 就自己没手这样 俊仁 是 爸爸妈妈礼拜收起家 你小时候的印象呢 我记得小时候 当然在还没有进公司之前 是只是觉得 家里是好像是做家局做厨局 也搞不是很清楚 有时候下课的时候 可能那时候爸爸刚起步 那我们可能都下课了 可能到工厂去 他也看了跟着爸爸 然后一些师傅 也在敲敲打打 所以小时候 没有什么感觉 那当然后来回公司之后 才知道说 创业真的是很辛苦 因为包含我们回来之后 也去开发客户啦 或者说去 再研发一些商品 才知道说 以前刚开始做的时候 真的是很辛苦 是的 因为好像 像我们开始工厂开始营业的时候 好像在1974年 有过一次火灾吗 对对 那时候就是工厂很简厚嘛 然后随便都在丢 就有一天晚上大概 差不多两点多 那隔壁来很大声 在敲那个点 然后 突然就 哎 真大啊 真大快点了 工厂失业 我们两个夫妻到那个时候 进那里 什么都撒掉 都怎么办怎么办 而且那时候 那个工厂 就跟我给人家租的 那当时怎么对过来 工厂是租的 然后什么都烧工了 那最困难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工厂 没有工厂嘛 那怎么办 订单有的时候又要来 那就是我们那个双前街 那里有一条那个工厅 就是在那个顶压坎 就在兩個師傅在那裡 摳摳摳這樣一台一台這樣摳 就分很多這樣做 那時候是最辛苦的 你覺得怎麼度過那個苦 對 不過有這一次發生火災關係 讓我們更有信心 因為那番火災 我們裡面所有全部燒光 但是唯一留在一片就是我們的招牌 所以這一次的剖走之後 我會更努力 然後更堅強 所以剛剛聽到的爸爸就是 爸爸更有信心 而且天無絕文之路 我們講到這個招牌 一個品牌要在市場這麼競爭 能夠屹立不了真的很不容易 那麼今年來看爸爸 爸爸的成功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成功的哲學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創新 然後我爸爸一直跟我講說 我們現在已經做得還不錯 但是我們不能滿意現狀 所以我們必須要不斷去創新 那你如果我看過曾爸爸 他的字在裡面有寫到 他說你是他生命中的貴人 而且他也寫到說 你是他事業的好夥伴 那麼爸爸能不能來講這一部分 就是能夠把太太當作生命的貴人 我覺得那是很殊勝的音樂 我在四月過程當中很多貴人 但最重要的貴人就是我老太太 太太熟了 為什麼我稱呼她是我最大的貴人 因為我從小故隆 所以我當我十六歲的時候 爸爸回家當寫徒 我想寫徒回來創業 當他整個結婚的時候 身上還沒有什麼錢 所以啊 起老婆過來 她還帶一個嫁妝過來 所以我記得最感動的就是說 那時候我們電話 一直電話很貴 所以這個電話 我到現在已經快要四十五年了 我現在還繼續在用它 所以我已經感動這一點 所以這次電話 我到現在已經快要四十五年了 我現在還繼續在用它 媽媽 早期啊 就是你在最忙的時候呢 還要跑外面還要美工還有設計 但是呢 你永遠沒有忘了三個小孩 你那個時候如何內外兼顧呢 因為那時候工廠很忙嘛 那孩子怎麼辦 每天晚上一定要吃飯 那我就是五點下班 一邊跑到樓上快點煮一煮 那就煮完煩菜 但回來就吃 那我自己吃就下樓跟他們加班 因為我們小朋友回來之後就是 陸陸續續的吃 吃完最後一個就要把他們收起來 對 就是你們回來現在可能媽媽在忙 但是還有熱熱的煩菜 是 你們可以吃 其實這個愧疚是 真的沒有人給他招呼到 像他當軍的時候 他自己去啊 要上行的時候自己走 要到國外服務的時候 他自己烤禿 他自己去 自己辦自己 只是我們給他出錢的人 爸爸媽媽有一份虧欠的心 覺得說他們忙於事業 只是負責出錢 沒有時間去跟他講 但是軍人你看在眼裡 是什麼樣的心 你們能夠體念父母的這些苦心 雖然他們是供應錢 但是你們為什麼願意好好乖乖來上學 我們看我們父親跟母親 其實都很認真 尤其是在一些工作場合 其實我們能盡量參與會盡量參與 所以說在這個部分看到 應該是說我爸跟我媽的身教 讓我們覺得說 其實我們小朋友應該要多體諒 那現在呢 三個小孩都成家戀業了 平常有沒有說一家特別營造 一家和樂要一起相處的時間呢 我們有固定說一個禮拜六 我們把它定了家的家庭日 所以家庭日啊 整個都已經成家戀業 全部回來這裡吃飯 那種感覺就是幸福那一種 好像阿嬤 那回想說阿嬤那時候在煮飯 我們在照花吃飯那種感覺 又把它回想到童年那時候 是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年輕的一代 這個很重要耶 因為夏俊仁平常你們 禮拜一到禮拜五工作都很忙 有的年輕人就是說 禮拜六禮拜天呢 是自己的私人時間 都忘了要跟父母來相處 所以呢 年輕的一代呢 不論你再忙呢 一定要有一個禮拜一天的家庭日 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 因為我們就是說呢 我們就是照夢者喔 你覺得剛剛俊仁就是家裡很和諧 對於你的事業 有沒有很好的正向的幫助呢 其實就是一個家庭就是一個 先生跟老婆的一個共同一個家庭 我長期也是看著我爸爸 他是這樣的相處 所以在結婚的時候 我老婆回到我們家裡來 看到我爸媽也是這樣的相處 所以其實我不用多說什麼 其實老婆就以我父母的身教 其實也都大概知道要做什麼了 就是說在身教的部分喔 我父母給我們的小孩的影響 還是蠻大的 這樣子 所以你也最念了 身教跟嚴教是同樣的重要 而且身教重於嚴教喔 當然就是說 我們雖然在同一個公司上班 辦公室也在隔壁 但有時候各忙起來喔 一天下來搞不好也沒說到一兩句話 所以說在這個方面 家庭還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說會利用所謂的時間喔 就是說至少一個禮拜喔 可能都到爸爸家去吃飯喔 那當然還有一個也是 比較就是說 我們每一年喔 可能再掛農一年喔 在工作上會比較輕鬆一點 所以我爸爸也會邀請就是說 我們全家的人喔 可能玩個兩三天 甚至有時候都會邀請到 我們小孩的岳父岳母 還有什麼的一起去 所以那時候曾經都要動用到遊覽車 這樣比較輕鬆 那利用說這兩三天的時間 把整個家庭的凝聚力再凝聚起來 是這樣子 是的 我們每個禮拜呢 有一次的家庭日喔 對對對 那麼大大小小的去到家裡 對 你都用什麼給他們按來 就是那些孫子嘛 常回到我家嘛 那一邊說 阿嬤我一定要煮你吃的東西 我說為什麼 我很少人到外面吃好不好 我說不要啦 我來這裡就要吃阿嬤煮的東西 阿嬤煮的就很好吃啊 我一定要煮 他不去吃就是不去吃 所以就是阿嬤親手煮熱熱的東西 對… 是最好吃的 還有那個 做那個大女兒 阿嬤很奇怪耶 我媽媽跟你煮的 就是沒有阿嬤的味道 就煮就不行了 我們說呢做生意的人呢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行李亞拍攝嘛 那麼在這個 你事業做了這麼的成功 有沒有特別預設立場呢 一定要孩子來接事業 其實每一個父親都希望 然後把事業留給子女 就是心靈地立的 也是一個義務 也就是潛意啦 但是你很勉強 要有第二代來接你這個事業 成功力也許不高啦 所以我就把這個換得比較淡一點 那你有興趣來接你會做得好 那你如果沒有興趣來接 可能你做不好 所以巴巴鋪陳的手法 就是放淡一點 對…因為你家小孩子 不要馬上都給你說 爸爸事業你要趕快回來接 這個事業怎麼樣 國際怎麼那麼難做 然後以後知道怎麼樣 我不會這樣 反而我會鼓勵他說 我們這個處境很好做喔 國際爸爸連年創業 現在都能做到這樣一個品牌 是用鼓勵的方式啦 對啊 所以他們都留下來 君妍那我想要請教你 謝謝 因為創業維艱守成不易 那你回來 跟著爸爸學有多久了 那你如何呢 再找到那個金融上的平衡點 就是你能夠發揮你的創新 但是又不傷父子之情 是 其實就剛剛像我父親所講 他不會給我們一些壓力 一直就用引導的方式 那當然在一些過程中 也有一些爭執啦 那當然這一點也是 我爸可能的度量會比我大一點 因為他可能在一些事情的爭執上的話 其實他會比較尊重 是的 我現在請教爸爸 我覺得是很寶貴的問題 你這個放手的哲學呢 怎麼這麼有智慧呢 當然 吵架是難免的啦 剛開始我也會跟他爭執 那後來想一想 我不能用我過去五十年的經驗 來跟他十六年的經驗 同樣的經驗 所以我要求他太多了 所以我後來我修正我 我說我用他做十六年的經驗 其實我十六年做十六年還沒有他的經驗 對 我用這種概念 後來我退不是他退 好 那麼爸爸 現在俊遠接手接得這麼好 你覺得在增加的這個傳家寶 這個傳家的精神 你最想教他們的是什麼 從事做這個行業 已經將近四十五年了 我把我的經驗 在去年 我把他寫一本書叫做趙孟子 趙孟子 那把我這四年來所有的經驗 留下來給我們的祖孫 也留下來給我們的祖孫 讓我們台灣的廚季業能夠越來越發展 然後把我們這個幸福 這個元素融入在我們的廚房裡面 所以我們會把它介紹一個 我們現在的幸福廚房的廚季 讓大家來看到說 現在廚房不只是廚房 是一家寄在一起的幸福的廚房 幸福的廚房 對 而且不只是要傳給你的子子孫生 是要傳給所有朋友的人 對 謝謝 謝謝 從增加的故事呢 我們真正看到了呢 就是傳遞的愛還有幸福的感覺 創立為間 也是因為愛 把全家凝聚起來 幸福不是天經地義 幸福要用心來經餘 好 謝謝 謝謝曾爸爸 宜文 還有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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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